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您 必须你们注册完联盟团 再给你们 精灵队可是大人物 你还不会骗人吧 两千两百点功勋 发达 这根怎么回啊 阿勒呀 这根怎么回 瞎着大人 刚才才儿六道寻回 他所用的能力 被称之为 是我们刺客店的绝对禁术中 虽然有很大的威力 这种禁术 但也会给使用者带来 而他竟然为了一大的副作用 一个小小的考核 为了就想使用这种禁术 与你第一次连手作战不输 你可知 你对他有 多重要 所以 不要辜负他 不要让他 不会放过你的 我发让他失望 否则 是 会用我的生命 去守护彩儿一生一世 记住 让他使用六道寻回 不到生死存亡 不可以让 另外 以后 换我曾祖吧 你就跟彩儿一起 你 松祖 你 摆尔 嗯 关于 对这次战斗 龙昊珍你是团长 我们团队的优点十分明显 你来说说看 就是进攻很强大 但作为团队 没有团队作战该有的默契 团队 我们彼此之间并不熟悉 作战时容易发生冲突 越法治疗 法术攻击 而我们团队的短板 同样也很明显 甚至召唤的不确定性 奇怪 却无法控制圣灵之门 我 为何你能召唤 我不能说 而且我要 那长时间内 期间以后 才能完全控制圣灵之门 你都将成为团队的一个雷阵 你可以与魔兽签订灵魂契约 但还有一个办法 拥有一只本命召唤兽 别说而去 可以留在召唤师身边成员 本命召唤兽不会随生灵之门一事起场 在你完全掌握出的魔兽里 先锁定一只做本命召唤生灵之门以前 可以从它随机召唤上 这样 你也就成了 意思是像刚才那只心眼灵主 团队有力的一份词 陈音儿可以锁定为本命召唤 是不是就很厉害了 他不要 混兽陪在身边 那 那太丑了 有机会 你们是一个团队 在陈音儿 我一定要挑一只最好看的 总之 成长之前 就由你们来保护它 而你 林心 我可以感觉到你的魔法天赋很高 但你为何不会用攻击魔法 也许能成为一名天才魔法师 对 就是不想学习攻击魔法 竟然如果也不能说 我 如此 那你就要在防御和辅助治疗的缺陷 同时注意 总览魔法上多学习 弥补团队没有全局 给大家做好后端 会的 你们两个在我眼中都是战士 但你 王元元 司马仙 你们俩都太冲动了 这很容易就会让团队要改 对露出破绽 从而被逐一击破 所以我给你们俩个 在龙号神处定位 是侧翼 不要过于主动 通风的同时 能灵活参与进攻的方式 我会让你俩起来 你俩下的尽力 你俩下的尽力 有什么 你俩下的尽力 戒律治疗师 通常有战斗天赋的人 治疗师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都不会选择治疗师了 因此治疗师这个方向 很少被开放 治疗师的体系里 神圣魔法加持进攻 所以戒律治疗师的战斗能 是个谜 你要努力探寻 能力究竟能有多高多强 一直也是 也许可以成为一名真正患 然而 正的戒律治疗师强者 这个好 我许 我不得不承认你很强 但在团队 最终 绝不能一起用杀 你和龙浩尘的关系 关系很好 所以你更得注意 而龙浩尘 否则你不是帮他 而是在害他 你作为团队的核心 要是杀出一条血路 用盾 向攻防一体 用剑位队友 守护队友的生命 用剑位队友的守护队友的生命 多谢 总结下来 继续队友 你们团队目前最缺少的 就是一名惠律 你们要思考 如何解治疗的队友 这会影响你们持续战斗的能觉这个问题 是 去猎魔塔 注册猎魔团 好了 现在跟我走 猎魔塔 是啊 小丽毛 你蒙了我那么多功勋 现在就是去消费的时候了 这里就是猎魔塔 据说这里什么的 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秘籍或者丹药 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秘籍或者丹药 好 你明白 你明白 你? 你不要 你住? 你住 你住 你能住 我住在城 你能不能借 老 我 你住 你住 不准备了 好专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